在成都,能功巧将数不胜数 成都人罗杰如就是其中之一 他用一双巧手将比硬币还小的软桃手作制作得十分精致 近日,记者就来到他的工作室一探究竟 据了解,罗杰如所制作的软桃手作被称为十万,起源于日本 他的作品不仅有淡淡面、中水饺、赖汤圆、蛋烘糕、糖油果子等令人垂涎欲滴的成都名小吃 也有小巧可爱的动物,如松鼠、狐狸、猫咪、兔子 同时,不仅是制作摆件,他还将新鲜诱人的软桃书果转变为了耳环、胸针等事物 想法挺多的 罗杰如表示,他一直都很喜欢做手工 从最初给女儿做杯子到后来越做越小 每每完成一个成品,他都感到非常满足 现在是越做越小,就觉得很有乐趣 就是你看见吃的,你就想把它做出来 就是有这种,比如说你买个蛋糕啊什么来着 你就回来想做,就把这个蛋糕做出来 就看着什么吃的你都想去做 因为这个,它这个胶泥可塑性特别强 反正你能看见的东西,都可以用这个软桃给它展现出来 从蔬果到小吃,动物到植物 从耳环到胸针,水杯到汤勺 罗杰如的作品越来越多 据初步估计,软桃手作种类已经有百余种,数量上千个 成品看起来精美细致 然而制作的过程还是有一定难度 难度还是有的,就是说它的一个精细度嘛 你要把它做得很像,很逼真 所以就是说,有些时候你就要去找一些图片 比如说,一颗豆子,你就要去找一个图片 就是说这个豆子,它的一个放大的图 然后你才看得更清楚,你才能给它做得很精细 虽然也制作了不同种类的作品 但身为一个吃货,罗杰如的手作大多都与食物有关 罗杰如表示,每次制作食玩时都会勾起自己的食欲 他就化食欲为动力,越做越好看,越做越逼真 目前,他正专注于成都小吃,未来希望能将全国各地的食物做成一个系列 因为现在做的就是主要是跟吃的有关的 现在想的就是说本来四川吃的就比较多 现在慢慢的就把四川的吃的给做完 做完了以后,然后再想着做一下其他城市的小吃 就这样,做成一系列一系列,一套一套的 除了食物和动物,罗杰如还通过手作复活了很多属于80后的儿时记忆 例如国产动画片《雪孩子》,罗杰如表示,他想做的东西太多了 他也在寻找窍门,找到无限创造的可能 他也会在软逃手作的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